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七点多 北极站终于有了动静 一名穿条纹上衣 被测背包的女子 她是柯文哲 假账案重要人物之一 也就是舌乐及尼奥公司 负责人戴力林 以证人身份 被送到北检附讯 戴力林没有回答 很快的大约过了半小时 就被请回 依旧保持沉默搭 计程车离开 但晚上进度还没结束 紧接着一名穿西装 戴口罩的男子 也被送到北检 她是端木镇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 一路上头都滴滴的 检方上午缤纷切入 大动作展开搜索 包含木可 石乐 尼奥公司 以及李文娟 戴力林住家 还有端木镇会计师事务所等 共带回八伤证务 其中六伤 是民众党主动停交的凭证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 尽数的厘清真相 能够最快的把这个 所谓的政治现金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短报 符报 甚至是漏灯 雾载等等的情况 都尽快的来尽快的 来厘清真相 李文娟跟端木镇是检方 首播约谈的被告 另外也要约谈 四名证人要继续追查 关键金流 TVB新闻综合报道